采这样小个葡萄呢 上周六 在蜜云聚国庄的一个采摘园中 一群游客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着葡萄 让人奇怪的是 这群人采摘的葡萄都是颗粒特别小的 并且摘完之后也不用水清洗 把葡萄粒都揪下来放在木桶里 把葡萄粒都碾碎 以前我也有多次去郊区做采摘 但是今天这种一这种方式 采摘是第一次 游客们其实是在进行葡萄酒认造 这座葡萄庄园 不仅有供顾客食用采摘的葡萄 也种植了大量的 供样造葡萄酒的葡萄品种 刚才游客们采摘的葡萄 就是世界知名葡萄品种之一的赤霞珠 我们的葡萄基地 正好处在北纬41度的环境里 那么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基本上都是生产在 就是说北纬38度到41度 这个环境里 那么酿酒葡萄 和咱们平时吃的葡萄 有什么区别呢 葡萄它只是商品性差一些 那么它的只是 就是说果粒小一些 里边可能子粒也比较多 利用它的这种出汁率比较高 同时呢糖度也比较高 酸度相对来说呢 也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特点 酿造出这个非常非常高档的这种葡萄酒 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体验葡萄酒的酿造乐趣 系上围剂 画上篮子 漫步在天末纵横的葡萄长廊 亲自擦扎葡萄 然后在酒庄酿酒师的指导下 完成手工去梗 酿等出酿过程 酿酒用葡萄是不能用水清洗的 是怕把水渗进碾碎之后的葡萄汁内 那样葡萄汁就不纯了 可是定量酿的酒喝得未深吗 经过普通的过滤 然后再经过这个无菌的过滤 然后最后装瓶 然后我们的客户呢 就可以喝到我们自己自酿的葡萄酒了 自己自己采葡萄 然后自己酿那个葡萄酒 感觉非常的开心 这里不仅室外的风景美丽 地下的酒窖 也成为了游客们拍照的好选择 如果您仔细看的话 在酒窖的除酒棍上 会发现每一个酒瓶上面的酒标 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里也为游客们 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 游客可以亲手制作个性化酒标 贴在自己酿的葡萄酒瓶上 有结婚纪念的 又和家人一起留饮纪念的 这瓶美酒是我亲自采摘的葡萄 参与酿制的 希望在中秋节的时候 和家人一起在月光下品尝这瓶美酒 我发现现在这个商家真会动脑筋 采摘只成为了流水线生产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部分 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吸引我们的游客 你知道这种经济学家叫什么 叫长尾理论 这尾巴得够长 对啊 顾了 省了好多顾人的钱 你还得交钱给他 对 掰扶他 这钱的东西都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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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